超臉馬尾小柯看起來開心幸福 因為她透過朋友介紹 認識圈外元寶先生 兩個人才認識三四個月 就決定閃婚 八月八號已經登記結婚 有的男朋友會覺得說我是 所以我覺得被講成這種 我有時候都要演一下 就演得我自己很 演成熟 很開的 小柯曾經自嘲 在感情裡自己像個死魚 因為過去戀情很不順 尤其他一年前曾經交往過 大他二十五歲的MV教父 賴偉康 兩個人才交往三個月 戀情就拜拜 就連在節目上小柯也曾經自爆 交往過不少渣男 來走 曾經我也就是也有遇過一個男 男朋友 然後那男朋友其實在我的經紀 兒還有我所有的朋友 都覺得他 都跟你說不好 說不好 那其實後來也很快就分手 因為那男的其實就是 也是一開始對你很好 但是在一起之後 他就會有一些語言上面的暴力 跟你講話就非常的不客氣 歷經感情風波 如今找到真愛 加入一個溫馨的大家庭 目前他已經把新店自宅出售 搬去跟老公住 預計明年底宴客 更只喊要趕緊生個豬寶寶 成為幸福元妻 記者 中華報導 你還要忘記的 這裏 谢谢观看